谁啊 进来吧 写没写 柳叶啊 来 快来从这儿来来 写没写 我好几天没看见你了 我来看看你 快当新娘子了正是忙的时候 你还惦记着我 你身体还好吗 没事挺好的 我这靠着累了休息会 你看这人一生病啊 这连生活习惯都变得老年化了 你看这才几点 就只能在床上耗时间了 你是在养身体吗 我哪是在养身体啊 我这是在等死 写没姐 可别这么说话 这结婚的事准备得差不多了吧 我要是能爬起来 我一定去 写没姐 你可是我们娘家的代表啊 到了那天你不能不去啊 我这病病歪歪的 我哪能做你娘家人的代表啊 能 我听童妈妈说 你想请雨梅做你的伴娘 啊 是 可惜她不答应啊 哦 那个雨梅吧 这两天单位里的事不顺心 等过一阵子 她会答应你她 哦 大姐 我也不想瞒你 我知道雨梅和阿母从小青梅竹马 啊 阿母心里面喜欢的 其实是雨梅 柳依儿 这些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可是在阿母的心里边 这些事都还没过去呢 你放心 柳依儿 雨梅跟阿母是不可能的 我知道 雨梅她看不上阿母 但是她在阿母的心里 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阿母 她不是一个花心的男人 但是这种闷葫芦啊 往往是不撞南枪不死心的 所以你想让雨梅 做你的伴娘 好让阿母死了这条心 对吗 我知道这么做 有点自私 不 你做得对 有些事儿是得干脆一点 柳依儿 你放心 雨梅听我的 她呀 一定会去做你的伴娘的 啊 谢谢你 大姐 对了 我听童妈妈说 这包子铺的生意是越来越好了 是啊 这都是脱了陈大叔的福 柳依儿 你呀 是一个既有魅力 又特别能干的姑娘 阿母会离不开你的 你呀 得有信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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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雨梅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有点事情想和你谈谈 什么事情啊 白天不能到我办公室去谈吗 是私事 你不是常说办公室里只谈公事吗 好 进来吧 我是不是得换鞋啊 不用了 想喝点什么 厨房冰箱里用 自己去拿吧 我上楼换件衣服 尝不停 真是的 喔 富 More 喝杯水吧 坐 你还是为了杨帆的事吧 不 我是为了大姐的事情 你大姐怎么了 病又严重了吗 看来你真的很关心她 她这么年轻 就得了绝症 我觉得她怪可怜的 你不觉得 对我大姐 你光表示可怜 还远远不够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不觉得 大姐的可怜 不是因为她得了绝症 而是因为 她从小就被 亲生父母抛弃了吗 雪梅的可怜 有很大程度 不都是你造成的吗 你今天来是想告诉我这些 还是 有一点你尽可放心 我的父母是天底下最善良的人 虽然我们家很穷 但是他们对待雪梅 一直像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 我们也会永远把雪梅 当作自己的亲姐姐看待 还有吗 我更感兴趣的是 你听了这些以后 有什么打算 看来 你今天是来提条件的 我是来为我们家 被我大姐讨过公道 我这么做 也是被你逼的 你为了掩盖过去 自己欠下的债 不惜牺牲我和杨帆的幸福 好了 我们两个人的恩恩怨怨 今天就了断 你提条件吧 我想先听听你的意见 好吧 雪梅的医疗费 我肯定会负责到底的 其实 我从心里 一直非常感激 你父母对雪梅的养育之恩 所以我对你们家 也可以有一些 经济上的帮助 不过 这事情已经过去 三十多年了 我不想把它 搞得风风雨雨 路人皆知 所以 真是不出他人所料 可你一下子拿出 这么一大笔钱 就算你的丈夫儿子不知道 可我的大姐雪梅 她总会知道啊 她会追问到底 到时候难免会让你 其实 我觉得你应该接受 另外一个建议 只要你在协议书上签字 那一切都了断了 我以前小看你了 余恩已经答应我 如果合同生效 那她会支付所有的医疗费用 并且 会为你永远保守秘密 你们这是罗诈 你们这是罗诈 喂 妈 是我 怎么这么半天才接电话 我正在和人谈事 谁啊 谁啊 你不认识 回头再说 好 好 看什么呢 吓我一跳啊你 做贼心虚吧 谁做贼心虚了 小海好像好几天都没有回备住啊 人家没欠你房钱你操什么心啊 不是 她不回来住怎么也得说一声啊 阿姨阿姨我妈又流鼻血了 王医生 情况很不好医院要下病危通知书 骨髓移植也不行吗 医院要先进行常规抢救 至于骨髓移植 我们已经在中华骨髓库中 开始搜寻和病人相配的骨髓 你们呢也先要交那押金 毕竟不是一笔小数目啊 医院不可能给你们减免 好 亥格 你跑哪儿去了 骨髓移植事怎么样了 因为让交定金 我们现在还在想办法 可是现在我 请问您是 陈雪梅的主治医生吗 是啊 有事吗 我想知道什么时候 可以给她做骨髓移植啊 我们已经和病人家属 讲过很多次了 这不是拍拍脑袋 就能做的事情 你这是干什么 这是给她看病用的钱 你是 医生 我拜托你了 董事长有位陈小姐想见你 哪个陈小姐 董事长 你找我有事吗 董事长 我找你 是为了我大姐雪梅的事情 你说吧 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直说 我大姐 不 雪梅她 你不用再说了 我不知道 你们还想用这件事情 来要想我什么 雪梅她现在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要不是没有办法 我也不会过来找你啊 你住口 你少拿我那可怜的孩子做幌子 我告诉你 我不会答应你们任何条件 我真没想到 老实善良的陈二乔 居然养了这么两个唯利是图的女儿 你们还有没有一点廉耻心啊 你把女儿还给我 是死是活 我养着她 我就是身败名裂 也不让你们利用她 董事长 你怎么能侮辱人呢 我侮辱你 你们这 这也太趁火打劫了吧 昨天你妹妹来威胁我 让我在余恩的协议书上签字 今天你又来找我 你告诉我吧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你们还能把我怎么样 你说什么 雨梅她 董事长 你可以不相信我 但是我要告诉你 雨梅过来找你我真的不知道 我从来都没有 也不允许谁把大姐当做人质 当做筹码作为要挟你的工具 你们有的唱红脸有的唱白脸 我怎么相信你们的话呀 陈小姐 发生在三十年前的那件事情 确实是场悲剧 可那是时代造成的 已经无法挽回了 我不想这场悲剧在今天重演 也不想让她继续伤害我的家庭 所以我想了断这件事情 也想做一些委屈求全 违反原则的事情 可现在看来 你们是得寸进尺 遇贺难填啊 你想了断这件事情 我也理解 可是你想过躺在病床上的雪梅没有 它毕竟是你的亲身骨肉啊 有些事情不是想断就断得了的 我就知道 你还会打出雪梅这张牌 你错了 我们家是没有钱 但至少我和我的父亲 还没有下座到用雪梅的生日去讹诈钱财的地步 你知道我父亲是怎么死的吗 他整天坚持在医院包着铺家里挤出奔跑 他是活活被累死的 如果我父亲没有把雪梅当作亲生女儿看待 他会这么做吗 难道你认为他这么做也是为了将来讹诈你吗 大姐看病需要钱 我们家虽然穷 但总是想 如果有一线希望 就应该百分之一百地去努力争取 为了支付大姐的医疗费 我们拿出了全家的积蓄 也许你不知道 我也不怕你笑话 我甚至辞去了工作 晚上到夜总会去当座台小姐 为的就是每天那三五百块的小费 有一天 大姐在歌舞厅发现吗 当众打了我一巴掌 告诉我 如果再挣这种钱给他去看病 他就去死 要不是他 我今天晚上可能还在夜总会里 陪客人唱歌 跳舞 喝酒 但是我告诉你 那时候的每一个晚上 那时候的每一个晚上 我的心都在滴血 小姐 对不起 我不知道今天 我今天来 只是想告诉你 雪梅的病加重 一边又下了病例通知单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合适的骨髓 那样雪梅还会有一些心 我们很早就在中华骨髓库登了起 可到今天也没有找到合适的配型 董事长 董事长 我该说的话都说完了 我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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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投资部的张经理到我这儿来一下 请投资部的张经理到我这儿来一下 进来 董事长 这份计划书你看过吗 这不是以前冤递过来的吗 你去通知他 如果他能将报价降低百分之二十 我就在上面签字 发生什么事情了 是不是吉强公司那边催得很急 你就别问了 准备谈判吧 好 你通知他 让他下午到公司来一趟 好 鱼在吗 刚出去 护士 我姐呢 你大姐他转到特务病房去了 特务病房 对 特务病房 好 怎么回事 怎么转到这儿来了 今天吧 我来 好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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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怎么会转到特务病房了 想不到吧 咱们家住上财神爷了 什么财神爷 小海呀 今天他就像刚抢完银行一样 把一大兜钱拍在医生桌上 租租四十万呢 说是给大姐治疗的押金 这不特务病房也住上了 小海 小海 他哪儿来的四十万啊 你都不知道我就更不知道了 不过 我觉得这件事有点不好办 有什么不好办的 你还不明白呀 小海他就住在咱们家 咱们家的经济状况 他能不知道吗 他明知道咱们还不了这钱 还要往里扔 你说他为什么 为什么 为了你呀 到时候啊 钱要还不上 就得用人还了 少废话你 你以为每个人 都像你和约一样 我和约又怎么了 我是为了大姐 你少拿大姐说事 你比吴方在约的合同上签字 也是为救大姐吗 当然了 雪梅是她女儿 她当然有医务出医疗费了 可是要她一下子 拿出这么一大笔钱来 他们家还不闹翻天呀 我们想这个办法 也是为她考虑 你住口 你这是典型的讹诈 什么叫讹诈 我这样做 只是给她一个教训 你们这是拿大姐的生命 做交易 你以为 吴方真的珍惜大姐的生命啊 她关心的是自己的名声 和现在的家庭 她要是真的关心大姐 大姐躺在病床上 她会无动于衷 我看啊 她恨不得大姐没救才好呢 这样她的生活就安定了 你 你这么点年纪你怎么 我怎么了 你是为了泄私愤还是为救大姐啊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大姐知道真相之后 她会怎么样 可是咱们总得想个办法吧 要不 这四十万块钱从哪来啊 你以为小海的钱就好用吗 咱们先不说她怎么弄到的这笔钱 就是她这出钱的动机都够你收的 董事长余恩先生来了 请她进来 余恩先生请 请 坐吧 我来是想告诉吴总 我们已经同意了您提出的 把报价降低百分之二十 不知道您还有什么要求 你放心吧 我会在文件上签字的 非常感谢 我要恭喜你余先生 最后你还是赢了 坦白地说 由于不得已的原因 我们这次的确有点 强买强卖的味道 不过您选择我们 绝对不是错误 我会兑现我的承诺 其实我在想 余先生在美国寒窗苦读 实在是浪费时间 你只要读好一本在任何地摊上 都能买得到的书 就可以横行天下了 请指教 厚黑雪 你还是记恨我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没有原则的事情 在我这里 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你可以走了 我也请你放宽心 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 以后和我们的交往 大可不必有负担 这么说大家都知道了 据说网上都有经过新闻报道了 大家都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 说你果然是不同凡想 处便不惊 对了 余总 有些走了的还想回来呢 你通知财务 凡是坚持下来的员工 从下个月开始工资上浮百分之十 好的 那些提出过辞职的 除非公司特别需要一律辞退 好 至于想回来的嘛 捡好的挑 原则上一个不要 好的 请张花冰来一趟 好的 余恩颖同意降低百分之二十的收购价格 重新组合的新公司 余恩拥有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我们拥有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 余恩将出任董事长和总裁 但要坚持 我们派财务总监 哦 这个问题我们上次谈判的时候 他已经同意了 那好吧 其他的什么细节 你们就可以决定了 余恩希望举办一个签字仪式 他认为这是我是IT业的一件大事 想好好地宣传一下 他要出风头 我们只好奉陪了 好 恭喜李余总 应该说是恭喜我们 患难见真情 我相信太亨的吴总 是个开明的投资家 他不会忽视余总的价值的 你真的这么认为 我始终坚信不已 其实这次我们很大程度 是沾了你们空中网的光 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反倒是你提升了 我们空中网的价值 为这句话再干一杯 好 好 别太得意忘形了 你怎么来了 来 一块喝一杯 谢了 我还是在这儿看到你喝好了 也让我见识一下小人得志的嘴脸 你今天怎么了 什么事不高兴啊 什么事不高兴啊 难道你还想让我为你的骗术欢呼喝彩吗 我还有事 你们先谈 你先别走 你不是很崇拜他吗 那么他就应该有意武将你棘手他的看家本身 比如说如何落井下石 如何刺探情报 如何趁火打劫 你够了 越说越不像话了吗 你急什么 我说的不对吗 难道你不是通过雨梅骗取到太衡公司 将要收购空中网的情报的吗 最无耻的是你竟然拿躺着病床上的雪梅当做筹码去要挟物房来达到你的商业目的 你这么说他有没有良心 你不要跟着他们去胡说 我只是告诉了雨梅一些事情 至于他跟物方怎么说我怎么知道 雨梅只是你前台的幕 现在还不都在你的手上 可是 我告诉你渊 你这个人太自私太功利 只考虑自己的成功 现在你得胜了 可是你会睡不着觉的 你闭嘴 我希望你现在马上离开城 我马上就走 可我要告诉你一个月的 到现在为止 你曾经在我心目中所有的美好的印象已经不复存在了 你尽情享受你的成功吧 你终如若书包白的眼前 空入海 谈冰海 花冰 花冰 我愿来乱语 别挺他 好 许总 你不是跟我说过 像她这样冰清雨洁的女孩子 是不会骗人的吗 很遗憾 我不得不相信她说的一切 不是什么 是这样的 我会是这样的 在这种情绪 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我们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我们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好 好 感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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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跟你说一件事情 冰美呢 说是给你买好吃的去了 过一会儿就回来 我模模糊糊的 听见你们两个人在吵架 没有 又怎么了你们两个 王二姐啊 她最近脾气也太大了 还说她呢 你不也一样啊 我至少没想她吧 过年期 你们俩是 让我说你们俩什么好 明天 明天是十八号了吧 幸亏想起来了 明天是阿牧跟柳叶办婚礼的日子呀 我以为什么事呢 大姐 你现在的任务啊 就是好好养病 其他的事呢都别管啊 我已经答应人家了 你答应什么了 让你做柳叶的伴娘啊 我不去 听话 你看你现在都病成这样了 我哪有心思给她当伴娘啊 她们也真说得出口 了 又没 愚媚 来 坐这儿了 该你呢 愚媚 姐知道 你从小就跟阿牧在一块 阿牧对你又有那个意思 所以你不愿意参加她的婚礼 更不愿意做她新娘的伴娘 我没有 你有 你的小心眼 还蛮得了姐啊 雨妹 姐知道 你心气高 不愿意在朋友 在朋友区里找男朋友 这我不反对 人往高处走嘛 可是阿牧对你的感情 你也应该珍惜啊 阿牧虽然现在要跟柳叶结婚了 可她还是把一大部分的心思 都放在你身上 她又是个慢活了 感情上的事 拿她起来放不下 你说这不苦了 人家新娘子柳叶了吗 我觉得呀 这次让你去做新娘子 的伴娘是个好机会啊 既让阿牧对你死的心 又能够对你们从前的交往 有一个好的交代 还能让新娘子特别体面 这种成人之美的事 你为什么不去做呀 阿牧 你怎么不开灯啊 亲自一事在明天上午举行 这是来宾和记者的名单 你看一下 请安排吧 有很多记者要求对你进行专访 你可以在签约之后接受采访 采访就算了 为什么 这可是羡慕你东山在一起的大好时机啊 我累了 他们的婚礼在哪儿办啊 我也不知道 到时候别忘了替我送份礼物 你放心吧 给谁送礼物啊 阿姆跟柳叶 你要不说我都忘了 姐 吃个香蕉吧 又乱花钱 慢一点 你们俩说 我给你们俩说个事 什么事啊 吃完再说吧 你把我那个黑包拿过来 好 吃一点 姐 姐 姐 你又来了 你这是干什么吗 这是我全部的积蓄 你家里 加起来 有两万多块 我把他分成了两份 是我 送给你们两个人的嫁妆 姐 你 我自己的病 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的病 说不定哪天就不行了 我得的是绝症 你们两个人 就不要再在我的身上 要花冤枉钱了 你们俩得答应我 你们俩得答应我 结婚的时候 一定要用这个钱 给自己买上最可心的东西 要是那样的话 我就是看不见 心里面能感受到 好 好 姐 你说你一天都胡思乱想什么呢 好吧 这钱啊 我和雨梅先拿着 如果有那一天啊 你要亲自去给我买礼物 雨梅 你说是不是啊 你美得跟他 您与你预考虑 我要看不下 你自己保证 一三个蛋 你解决 你 你们要看不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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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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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老姨好 你忙着 你来啦 来来来 忙吧 月月好 你好 你好 随便坐啊 好 月月 月月 今天可要辛苦你了 这个柳月毕竟是从我家嫁出去的 当然要尽点力了 是啊 是啊 月月 您今天可要组织好了 你放心 我看这个人来的差不多了 你们进去招呼一下 好吧 月月 你先走 来 阿牧 你还在等雨梅她们拿 她们应该会来的 大姐拉一忙了 要不这样吧 阿牧 你在这儿再找一会儿 我跟柳月先进去招呼一下 行 行 阿牧 阿牧 李小柯你们都结婚了 谢谢 谢谢 恭喜 恭喜 再小意思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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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坐啊 进去坐 好 走 哎 怎么回事 我说你怎么回事嘛 都几点钟了 你到底去还是不去啊 你看看表 快 说实话 我真没心情去 咱们家有你代表不就行了吗 你是怎么跟大姐说的 好吧好吧 起来 走吧 你就穿这身给人当伴娘啊 我这事怎么了 又不是我结婚 不行 穿这身好看的 干嘛呢 穿这衣服 我跟你说啊 我可不能穿太好看了 到时候把新娘比进去了 臭美吧你 穿这身吧 这身好看 行了 二姐 还是我自己来吧 好 快一点啊 嗯 余恩 你来了 你别起来 别动 你也得活动活动 从旁边也不行 你这么忙还来看吗 其实我早就应该来看你 可是我 我 哎 坐下吧 丁梅呢 她要跟与梅一起 跟她有夜的婚礼去了 是该结婚的 你也该结婚了 那就说吧 不吃不吃不吃 不吃不吃不吃 各位啊 吉他吉他哦 多吃点歌 왜吉他啊 各位啊 请坐请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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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一点 我够快的了 来干什么呀 一会儿见到阿默和柳叶 可别那么不高兴啊 那么难说 好 阿默 恭喜你啊 阿默 嗯 笑什么呀 笑什么呀 我第一次看你穿新服吧 觉得会怪的 阿默 一点心意啊 特性什么呀 这可不能给他 这个呀 得给新娘子 这家他不长裙 好 进去吧 好 柳叶叶呢 在里面呢 进去吧 好 你们坐一下啊 恭喜 恭喜啊 晚上 坐坐坐 没事没事 你好你好 好好好 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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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啊 谢谢 今天真漂亮 你们俩也很漂亮 好 这是我们家的一点心意 哎呀 你们太客气了 来来来 大家静一静啊 各位 静一静啊 里面坐吧 坐这儿吧 今天呢 好 我们坐这儿好 那你们随便 去把我去吧 不要乱跑啊 走啊 你搞的把身体了吗 那小孩子跑跑 也不一天能讲话 我怕他说一种 对啊 你今天怎么去洗脚来了 从来就没见过 你穿过时装呢 搞的呀 新郎乖似的 各位我讲几句啊 今天呢 是这个佟阿牧先生 跟柳叶小姐 这个喜结良人 在座的同志啊 都是咱们 桂华湾的老居后 也是老朋友 我想呢 大家可能都参加过 不少婚礼了 那在今天的婚礼啊 我受这个 柳叶小姐的委托 要把它搞成啊 哎 有点心意 跟过去 你们参加的 所有的婚礼啊 哎 不同 更有意思 啊 呃 这个 鱼叶 这位老伯母的收发 大家肚子饿了 哈哈 肚子饿了 我就知道 有你这样没出息的 哈哈 好 马上再上啊 哎呀 怎么又是包子啊 哎 对 这包子啊 就是今天婚礼的第一项节目 好 来 慢点啊 哎 啊 各位爷爷奶奶 叔叔阿姨 啊 大哥大姐们 我这儿想说两句啊 我柳叶啊 是个外乡人 是个打工位 今天各位能够来参加我和阿姆的婚礼啊 我心里特别的感激 在这里呢 我代表我们全家 谢谢各位了 我觉得我柳叶啊 真是一个非常有运气的人 在上海 在桂花湾 我遇到了很多很好的人 现在 让我十分怀念的一个人 就是不久前过世的陈二乔大叔 他给我们桂花湾留下的最大的财富啊 就是陈家包子 同时 他也给我们留下了他的宽厚余真诚 今天啊 我有幸成为陈家包子铺的一员 我一直想把陈家包子铺 经营好 经营大 让他成为上海 乃至全国的一个品牌 大家现在吃的这个包子啊 是我们在陈二乔大叔原配方的基础上 心改良了的一些口味 大家尝一尝 吃完了以后啊 还要给我们多多提意见啊 对对对 我再给大家透露一个好消息 我们在陈家啊 买了一块店面房 那个陈家包子铺 马上就有分店了 对对对 到时候大家要多多给我们捧场啊 多多捧场 这小姑娘蛮能干的 把婚礼狗子像新产品发布会一样 就是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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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不要着急 听我说 请大家不要着急 听我说 听我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请大家不要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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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我说 请我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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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包子还堵上你嘴啊 阿牧 去把我们那个礼金盒拿过来 哎呀 刚才啊 我已经听到有位大哥在骂我们了 说我们扣门啊 受了大家那么多的礼金 还只请大家吃包子 现在啊 我要告诉大家 今天 我们真的只给大家准备了包子 没有准备其他的饭菜 哎 阿牧 阿牧 哎 大家静一静 来看一下啊 你们今天送给我们的礼金啊 都在这儿了 我手上这两个红包 一包是三千块 本来是打算招待大家的 这包呢 是一万块 是我跟阿牧准备蜜月旅行用的 现在 我把这些钱合在一块 我跟阿牧啊 打算把他们送给一个人 她是我一个青铜手足的姐姐 本来 她答应要参加我的婚礼的 可是现在她躺在了病床上 今天来不了了 我想大家已经猜出来了 她就是雪梅大姐 治疗她的病啊 要花很多的钱 我知道 我们这点钱可能管不上什么用 但是她代表了我们桂花湾人的心意 在这里 我们祝愿她早日康复 阿牧 我的胸花呢 什么熊花 伴娘的熊花啊 这么漂亮的新娘子 怎么能没有伴娘呢 谢谢您左右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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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不见任何人 我知道 我就知道你会跟来 我也知道你一定非常想见我 你现在心情一定很好吧 功德圆满 你应该跟那些记者在一起 他们正忙着写你这位网络精英 东山再起走出困境的精彩文章呢 我会给他们一个爆炸性的新闻 是吗 你这是干什么 放弃和泰恒的合作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是商人 商人的本性就是权衡利弊 今天我得到这纸合同 可我同时失去了很多东西 最重要的我失去了我心爱的人对我的依恋 还有我最欣赏的朋友对我的信任 和这些相比我今天得不偿失 所以我选择放弃 我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多牵挂 这就是一个MBA和市井诬赖的区别 我劝你不要感情勇士 今天的这一切不是你最希望得到的吗 有些东西只有在失去之后才知道 是最希望得到的 你现在可以重新考虑收购张花冰的空中网 如果你还相信我的话 你应该毫不犹豫地去跟他签约 我的话说完了 我想知道 你今后的打算 我会重新开始 请进 好 病没啊 来 坐 黄医生 别那么紧张吧 虽说病人最近情况不太好 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医院呢 今天上午刚刚收到中华骨髓资料库 上海分部的通知 在资料库的捐献者资料中 发现了和陈雪伟相配的骨髓 资料库方面 已经和捐献者取得了联系 对方呢 已经同意向陈雪伟捐献骨髓 真的 太好了 这真是个奇迹啊 我国的骨髓资料库才刚刚起步 资料数量极其有限 配信成功呢 更是微乎其微啊 更神奇的是 这个捐献者据说就在本市 真的 他在哪儿啊 我们去感谢他 那可不行 按照国际惯例 和资料库的管理规定 一般来说 病人是不能和捐献者 有接触的 移民日后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因此 尽管知道这个捐献者就的本事 但我们还是不能让人见面 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我们要去感谢他 怎么会有纠纷呢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啊 但是捐献者 是一种无偿的公益行为 是不图回报的 捐献者在本市对骨髓移植 是大有好处的 因为捐献的骨髓 只有在二十四小时之内 倒到病人体内才能保证有作用 这么说我姐有气我了 只能说有一些生机 对于这种治疗方法 医院是很少采用的 我们一旦确定进行 会组织强有力的专家班子 进行准备 王医生 会有危险吗 当然 我们首先呢 要对病人进行超大剂量的化疗 届时呢 病人的所有免疫能力将全部丧失 之后呢 要进行骨髓中的造血干气管移植 病人还要经历排斥性的反应 才可能恢复正常的造血机能 王医生 请你安排吧 我们相信医院 还有啊 就是费用问题了 好 上次那个小伙子啊 甩在我桌上的钱 至今还有财务部门保管着 嗯 当初说是给病人治疗做押金的 如果是这样 你们要去补盘下手续 骨髓移植这样的治疗 这些钱是必须的 你去办吧 你去办吧 哎呀 你可回来了 我正要叫阿母找你去呢 怎么回事啊她妈妈 你快回去看看吧 出什么事了 出事了 来了好些个警察啊 哎 让开让开 哎 让开让开让开 让开让开让开 这发眼光还说话 怎么回事啊 你是谁啊 哦 她是这儿的主人 住在这儿的人 你认识吗 她叫小海 有什么事吗 我是市公安局的 这两位呢 是林江市公安局的同志 我们事先来了解一些情况 进屋说吧 坐吧 坐吧 我们只是了解情况 不要紧张 嗯 小海住在我们这儿挺好的 不像是坏人 坏人又不是写在脸上 有什么像不像的 你叫什么名字 纯冰梅 耳东沉冰雪的冰 梅花的梅 哎 她租你的房子住了多久啊 有小半年了啊 嗯 我们这儿出租房子 都上居委会登记过的 那她住在你们这儿的时候 有没有异常的形象 她平时 不太爱讲话 也没见到有别的朋友 她在一家健美中心 当健美教练 每天早出晚归的 她对人特别好 真的没发现有什么 不对头的地方 那她半个月以前 是不是离开过上海 哦 她是有那么几天 没有回来住 她说过她去哪儿了呢 没有 那她回来以后 她和以前有没有 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有什么不一样 我都没见到她 她带了一笔钱回来 多少钱 四十万 那现在这笔钱 放在什么地方 还在医院里 她是给我大姐治病用的 看什么病 要那么多钱 哦 她大姐得的是白血病 要骨髓移植 至少需要四十万呢 那你们是什么关系啊 没有关系 没关系 那她为什么给你四十万 没有关系就是没有关系 你说我们什么关系啊 王警官 陈小姐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现在 已经以涉嫌和走私活动的 有关的罪名拘留了她 拘留了她的主要原因 就是这四十万元人民币 我们林江市 刚刚破坏了一期重大的走私案 她曾经在那个团伙的 主犯的手下的一个歌舞厅里 当过经理 但是 在我们的侦破当中 没有发现她参与这个犯罪的活动 当她知道这个犯罪活动以后 不断的和他们断绝了来往 这也是她来上海搬到你们这住的主要原因 可是 让我们更奇怪的是 在我们准备 江东部团伙 捉拿归案的前两天 她突然回到了林江市 而且 从那个主犯的手里 拿走了四十万元人民币 更让人费解的是 当我们到处找她的时候 她主动自首了 当我们问去她 四十万元的下落的时候 她开始拒绝回答 后来干脆说她花光了 我们虽然和她讲清楚了例别 可她呢 仍然是执迷不悟 现在我明白了 小海是为了我大姐的病才这么做的 警察先生 她是个好人我可以作证 你们放了她吧 放不放她我们决定不了 好 这样吧 麻烦你带我们到医院去把钱取回来 因为我们已经认定这是赃款 必须追悔 先不要说她的动机 就是她现在的行为已经是违法了 那应该能放了她吧 我们回去以后再汇报一下 请吧 上来吧上来上来 走吧走吧 该回家了啊 该偷妈妈 怎么回事啊 就是那个房车小海 人还错 拿了四十万给选民 谢谢 说走就走啊 说走就走啊 走啊 何则留 不何则去 又倒是 良远随好 不是久留之地 嗯 病危知道你走吗 嗯 病危这姑娘啊 的确是招人喜欢 可是为她犯傻的男人 也不止你一个 哎 小海的事你听说了吗 小海怎么了 好 好 小海的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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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海的事 好 好 走了 你这是何苦呢 警察都不明白 你这么做是为了什么 他们不明白 你还不明白吗 因为我喜欢你 你不要有什么负担 说出来我心里就舒服了 再见吧 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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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田 我的男友 我看所有角落 我的男朋友 ὐ cet 妈 碧莓 喂 妈妈 雨月 雪梅住哪个床 这里面 你们都过来吧 来吧 好 姐 哎呦 碧莓啊 都在这儿呢啊 黄医生 你好 刚刚得到通知啊 半个小时以后 骨髓的捐献者将在另外一家医院里 开始为您抽取她的骨髓 和造血干气包 姐 所以 我们马上要把她送到吴军苍里 对您进行 最后一次加大剂量的化粮 谢谢你啊 王医生 大姐 一定会好起来的 姐 我们在外面等你啊 你这回一定会康复的 你这所会好的 万一 万一 af 防 perd 坏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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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é KRCPOF 你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了 我的运气特别好 听说找到合适骨学的几率特别小 你那么善良 那么可爱 再说 还有那么多人帮助你 我向老天爷跟你感动了 谢谢你的吉野 我们会在外面 你会没事的 走吧 你 走 你前面 你来帮你 我来帮你 把我帮你 跟我帮我 把我帮你 都岮改好 你去迷慕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董事长 好 你瘦了 是吗 找到新的工作了吗 我要到另外一家医院 看望另外一个病人 还有谁生病吗 在那家医院 有位志愿者正在捐出他的骨髓 是吗 那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我知道 太好了 那我能和你一起去吗 好吧 董事长 董事长 你好 医生 你好 怎么样顺利吗 很顺利 全部采集完了 现在正在进行营养补业 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可以 去坐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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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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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知道能在这里找到你 你还好吧 还好 是余恩让我来找你的 余恩 他终止了跟太恒公司的合作 并且家园网也宣告结束 太恒公司又收购了空中网 我出任新公司的总裁 对了 余恩让我一定把这封信交给你 你还不知道吧 他已经走了 走了 今天下午的飞机 去纽约 现在已经快到机场了 等等 上 冰美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也许已经离开了上海 人生有时就是这样 频繁地来来往往 我本想当面和你道别 但又怕看到眼泪 要知道 你的眼泪是我生命中 不能承受之轻 我是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 走上再度创业之路的 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为 我此时是个失败者 但是我相信 只有你知道 我是自己选择了失败 而不是被失败选择 是你让我感到 遭受道德谴责的滋味 因此我宁愿选择失败 在这段时间 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是我们疲于应付 招架不开 以至于一些最值得体味 最值得琢磨 最值得享受的事情 反而无暇顾忌 这是我离开时最大的遗憾 好在天高地远 我们来日方长 另外 随信付上一张 四十万元的现金支票 作为给大姐雪梅的治疗费 临行前 最期盼的是 得到你温暖的拥抱 如果你此时 对我有所祝福 请抬头看看蓝天 你的眼神 我感受得到 好 下次见